星期一回到光明頂 其實這個星期我應該要先恭喜雙台 尤其是上星期三個一集的光明頂 有陶先生和何柱國先生坐陣下 那一晚其實已經收到很大量的回應和反應 甚至乎我看到開始在其他媒體跟進 最近YouTube放了上網之後 做了全香港的熱手榜頭幾名 如果說新聞時事類應該是第一 陶先生那一集做得很好 這個真是因為商業電台向來的宗旨 都是為社會的利益發聲 是吧 影響目遠不戒 加上何柱國主席說的話是切中事弊 是反映到市民的心聲 那天時地利人和加起來 那就有這樣的結果 那晚的節目它的內容講得很豐富的 那就涵蓋了現在整個香港那個重大的問題 逢同學呢 即是你那晚閃了很多人就推測呢 你是不是恐懼到這個節目 你一早有這個事件之明 覺得這個節目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所以為了日後要避免一些可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於是你就借顧是缺席 這樣呢 那麻煩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一晚你沒有到 是吧 我就不會借顧缺席的 不過那一晚就剛好 其實晚上11點我就坐飛機回香港 那一晚我買了一張便宜機票 是吧 剛剛一落飛機就聽到你了 是嗎 你落飛機你介紹一下你怎麼聽 坐的士啊 的士司機在那裡聽著 的士司機就開到半折 很神奇 其實我想說那些的士司機咬牙切齒 你知道以前我們請何先生上來 因為他的商界性格不是那麼清晰的政治立場 現在那些人聽出來 即使他講話有少少藍絲 多少少建制 一講經濟話 連那士司機都倒油 那天我多害怕 是吧 是吧 那就是證明現在香港很不行 那經濟 是吧 是吧 你先講經濟 是吧 你不要跟我說現在香港回到以前 是吧 不要講這些廢話 沒有人相信的 是吧 靠吹水 來到每個月幾十萬 這支歌到了2023年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你特區政府可以繼續選擇做駝鳥 是吧 自己告訴自己聽 由亂入字又自入興 喊爺撐你 是吧 我一早說了 是求人得人 你自己搞到這樣的 不要賴美國 何生都沒有說美國搞到你這麼紅 現在 何生是壞 一開始說到美國很好 我聽完 當然是好 我們一向都說美國好 是吧 經濟 軍事 是吧 政治不是很好 走去無緣無故搞 Donald Trump這些叫政治審判 不過這個另案處理 是吧 但是人家是一個始終是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龍頭代表 是吧 就算他關了門 這些這樣的左膠東西 是吧 何生都說了 加州 950元美金 是吧 是可以搞到 是不用拘捕 而且呢 三藩市是四成半的 這些大牌的公司 是落閘不做生意 何主席是非常之客觀的 他說只是加州不行而已 所以加州專出壞人的 哦 你經常說他副總統 阿里斯就是那裡 他說副總去了華盛頓就沒事 我敢來吧 去了華盛頓他輔助拜登 做這個叫做國防外交這些 他又沒事 他是在州長做這些 加州的時候就睡 不過他那些是政客而已 你猜他真的做過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男女變性啊 這些東西 在小學中學就教定你準備 是吧 可以做手術啊 男生穿裙啊 這些這些藍術 是吧 他去了華盛頓就沒事 是吧 加州那些 不止加州 其實很多個州都不行的 不過加州特別是收了一些非法移民 是吧 這些低端人口 在街上亂搶啊 有錢呢 都走去露宿啊 然後拼命吸毒啊 是吧 加州已經玩完了 是變了美國的盲腸啊 這個現在盲腸炎 這個盲腸不割是不行的 俄主角是美國通來的 知道嗎 所以他講的美國的狀況 他是有權威的 你不用相信 你其他那些香港的人 傳來傳去 是吧 說美國不行啊 有些白人的收了錢 那些政治KOL啊 只是說遠東某國一枝毒獸 美國死啊 這些這樣的事情 你不需要相信 這些是謊言來的 是吧 不過呢 香港有些人喜歡這樣圍牢 圍牢取暖啊 是吧 在幻覺裡面 是精神吸毒啊 這些是他們的自由來的 是吧 但是呢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叫前菜 是吧 跟著呢 就那個主菜一出呢 大家都知道 主菜裡面呢 那個結構都分明 首先 就是清算上一任的林鄭月娥 香港搞到這樣 是人禍 OK 就是他一手搞這個叫送中法開始 是吧 然後呢 何主席已經說 當時是委湯 這個叫做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 跟他在馬會的咖啡廳那裡親自問話 何主席向李家超問話 回去勸你的姐姐不要這樣亂教 因為你會面臨美國制裁 OK 前面為何要提到美國呢 你個個以為美國已經衰落 所以以為美國制裁香港是無所謂 有美國制裁有中國照著不怕 老董說的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 我們十幾年前自己問邏輯上是不對的嘛 萬一中國不好呢 香港就死定了 這句話是不通的嘛 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 我也想中國好香港好 但是萬一上帝要你中國不好 那香港就怎樣呢 是吧 我們一早說過香港要保守中立的了 那條底線 現在你自己把香港送上一條毀滅之路 走去得罪美國 是吧 我們今晚呢 光明頂呢 是何柱國重要講話的賽後檢討 還有那個叫做文本欣賞 是吧 宣講會呀 現在有個新名叫 不是宣講會 是何柱國講話 商台重要講話的文本的分析 是吧 還有文學欣賞 文學呢 就是何柱國是一個文學家來的 他講話那個修詞學呢 我發現是跟了阿里士多德的 那本修詞學呢 什麼應該講什麼不講 他用的形容詞和名詞是什麼 是吧 這個對呀 因為有很多網友說 聽到某些字很響易 接著我差點想講 你想何先生用什麼字呢 他當然會跟大家講 那個是暴徒和黑暴的了 是不是 這些字才能夠精準 所以那些人應該 上星期三晚 商台光明頂 拿來做政治課本 那一節 是勝過你在中文大學 讀政治行政管理系 是三年書 知不知 沒有可能讀政治學術 是沒用的 你看看 真正的政治 就是在何柱國的重要講話裡面 尤其是商界講話 一向都是比較謹慎 何先生真的很特別 對我來說 我覺得 當然啦 是不是 所以香港搞了三年 自己玩死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 就不是爭氣 是出氣 知不知 當然香港呢 就本來還是一種叫骨氣 但是現在骨氣那些沒有了 或者呢 都還有一些 是吧 何主席這樣講 都算是很有風骨的 是吧 這些風骨高過很多文化人 這個是真的 是吧 那些人都敢出來講 是吧 講回這個結構 告訴你 美國現在多好之後 我就跟著就抽了 不要走啊 不要躲起來 那個叫林鄭月娥出來 是在家批判 是不是可以 他可以出來回應的 開個記者會 是不是 鬧回頭 你敢不敢 或者澄清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他這樣講過 他可以澄清的 不是 我或者李家超 沒有說過給我聽 那所以呢 何柱國你這樣講的指控是不公道的 何柱國沒有說到在馬會咖啡廳是召見林鄭 他只不過是會見李家超而已 那李家超也都有責任回去 將這番重要的指示告訴林鄭 那他有沒有說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沒有說 他最後有一張 因為林鄭就不突然被冤枉了 是不是 你這麼英明的指示 你下達不了我這個特首那裡 我就是以為我是對的 是不是 你沒說的 是不是 你又沒報夢給我 那無端現在呢 是全世界以為我始作勇者 我希望林鄭出來澄清一下 他不澄清就是默认 现在过了4天 默认就是何柱国主席说得很对 他说的是事实 那我们广告回来继续 广告回来继续光明顶 今天真的要重温一下何柱国主席 他说回来在这个商台光明顶的节目 更重要我们加了一个新的形势下去 现在我们看到YouTube的收视非常之好 在这个热手榜的排位很高 差不多是时事的第一 全世界很多新闻里面 尤其是在香港很多主流的新闻和KOL 有翻传过 结论只有一个 就是他里面说的东西 我们合理地怀疑 无论政府中人、前高官、前特首应该听过 好像没有否认、没有说何先生说错 没有否认过一些事实 是的 他敢啊 我刚才说你够胆出来否认 前特首 好了 这个就是前菜 这个餐汤之后 就是主菜出来 主菜出来就是 说明现在在做财政的这位陈茂波是不懂经济的 不单止他不懂特首都不懂 那叫马会咖啡厅当年这个历史性的会谈 他说说明了 他说明里面是有钱的 他们是能支持的 当然是没有一样 这意味着 他说明里面是有钱的 他说明里面是有钱 这些是没有钱的 所以他说明里面是有钱的 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制裁,我也不知道,以上设计对白 那就大件事了,如果前面两个都不知道,陈茂波怎么知道呢 所以带进去主赛就是第一,你现在理财和经济政策全盘是错的 你还是什么都不够胆做,还是两只手绑着坐在那里等上面灌水下来等运到 他说你是不用想的,他说在这个情形之下,何主席没有讨论到大陆现在发生什么事 他是严格执行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井水不凡河水 对不对,我们都不讨论的,我们不如有时讲事实和分析 他不讨论,他就说现在你香港剩下的那些就是医疗产业教育产业 你应该在这方面就继续,但他没有说到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香港医疗产业都在塌,因为很多医生走 很多医生走,你用得大陆医生下来,然后叫那些大陆人 那么远水路下来,帮衬香港和大陆医生 你也是不胆笑的,但是后来我想一想,何主席也没有说错 大陆医生是进驻政府医院而已,那些看普通市民而已 那些是大陆医生的,带养我和大道中的医务所仍然是 是上一代的,殖民地时代的毕业的 和一些由英国专业王家学会认可的名义 那些是月球人来的嘛,对不对,那些是星球人来的嘛 他所指的是那些,那些就确实 中国那方面的很多的土豪高官是特别有兴趣的 那你现在如果陈茂波的经济政策这样搞下去呢 那如果你连到那些人都走了,你香港就玩完了 第二就是教育,教育也是的,是吧,你把教育染红了 是吧,然后叫香港大学的学生穿上那些 那些井江山红军装,你就不用想呢 是吸引到中国那些学生走来呢 给十万八万学费,就穿同一样的毛装 他理你都傻了,嗯,你这样子 他想不去呢,香港特区政府呢,你不要当大陆的人是白痴 你当香港人是白痴,没所谓,香港人不会反抗你 但是你把大陆人当白痴,你看那些小红书 这几个星期踩到你香港是几一文不值 他就说你香港这里没有那里不行,对不对 他说你香港根本没有特色,知道吗 小红书讲的,用不需要我们复述回呢 没有特色呢,因为李瑞环,中国前职协主席说 香港最珍贵就是宜兴茶壶那种茶职 李瑞环,那时候是警告你不要去铲 你现在特区政府这两任,一手一脚就铲了,就茶职 于是小红书,中国的那些游客就说你没有特色 所以我根本不喜欢你 这个是不是三个字叫做拿来箭,是不是 小红书如果你看多一点分析呢 你就发觉他来来去去讲我的特色 就是你现在所说的什么去植化,然后伸秀奇爱那些 他来来都是看那些东西的,都是看殖民地时代的东西 接着你现在给他什么去看 他走来旺角看自己的大妈在唱红歌 他进来香港大学,是看着你的大学生 穿解放装毛装当校服上学 然后你收他十万八万一个月学费,一年学费 你叫他在这里给一万多元租 然后去到香港大学,或者香港的中学 唱红歌,你不要当大陆人是白痴啦 所以何主席的潜台词就是这班中环精英养尊处优 然后他不止点名陈茂波,还攻击你们香港人 几十年说香港发三思 他现在说香港废三思 第一就是会计师,第二就是医师,第三就是律师 这个是何主席说的 他说他找不到钱,这三个 你现在香港以前发三思 现在进入一个法就是法,不过加一点一或一片 叫香港废三思的新时代 就是说这三个思你大量引入去做卫生福利局 做这些行政会议,他们是不懂做生意,不懂经济 所以加加上就将香港引入一条这么奇怪,这么魔幻的兴旺之路 好了,这个新闻回来继续赏识 商业电台节目精华日日放送,立即like,share,comment 记住还要在YouTube按下个钟仔订阅 想随时随地听回精彩节目内容,快点订购商台节目重温